朱莉正在擦拭玻璃 浑然没发觉身后的墙壁在向她靠近 很快她就被挤在玻璃和墙面之间 她被压得无法呼吸 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样 这诡异的一幕 让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玻璃上了痕迹 却提醒她一切都是真实的 然而诡异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 这一天她在舞蹈之恋舞 突然发现邻居艾米出现在镜子 还没得等她搞清楚怎么回事 艾米就直直撞向镜子 而周围的人似乎看不见艾米 依然跳着舞 朱莉被吓得大声尖撞 所有人停了下来 奇怪地看着朱莉 而当朱莉再次转过头时 艾米已经消失不见 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原来她又出现了幻觉 但这一切让朱莉心生疑惑 她跑出舞蹈室 朝着艾米家奔去 却发现艾米站在屋顶上 随即掉了下来 她想上前查看 却突然出现几个红衣男 他们将朱莉控制住 带离了现场 女人做饭是发现诡异的事情 手里的鸡蛋 轻得仿佛没有重要 她轻轻一捏 鸡蛋变成了碎血 她又拿起其他鸡蛋查看 发现鸡蛋全都是空的 牛排散发出的无味 让她来不及思考 可诡异的事情 还在继续发生 下午 朱莉坐着公交车 准备去散心 却意外发现了一架 冒着黑烟的飞机 不一会就坠落在一旁的山 朱莉大叫着 让司机开过去查看 可司机却说 那里是禁区 不肯过去 朱莉只好下车 独自前往事故地点 她没有看见 司机若有所思的神情 朱莉无视路边的警告牌 独自走了很久很久 然而到了山顶后 却发现飞机不见了 这里只有一个白色的建筑 她好奇地走上前 慢慢把手放在上面去 突然一道红光出现 朱莉逐渐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朱莉猛地从床上醒来 她发现 她已经回到了家了 而丈夫正在做晚饭 女人正在纹身 男友突然走进来 她想给女友一个惊喜 她伪装成纹身师 假装询问朱莉的需求 朱莉表示 她想闻上爱人的名字 男人还以为 女友想给她惊喜 她正暗自窃喜 没想到 朱莉却说出了约翰的名字 男人瞬间呆住 因为这并不是她的名字 汤姆怒不可 但为了了解真相 汤姆强忍住怒 听朱莉讲述 她与约翰的爱情故事 看着朱莉满脸幸福的模仿 汤姆发誓要让她付出代价 就在汤姆想离开时 却看到了朱莉的情人约翰 于是她悄悄躲了起来 暗中观察着两人 看着他们幸福的模样 汤姆拨通了朱莉的电话 这让朱莉瞬间慌乱 她迅速拿起一旁的毯子 铺在地上 装作在家睡觉的样子 可面对汤姆的询问 朱莉漏洞百出 最终汤姆忍无可忍 看着画面里的约翰 朱莉恍然大悟 当她来到房间 等待她的将是两人的审判 订阅 这 Все